今天利空新聞滿天飛 告訴你聯發科下單Intel 殘了 台積電殘了 聯電更是殘了 事實真是這樣子嗎 除了這以外 我們之前就預告了 本週有可能先下後上 最好做的反正是禮拜四禮拜五 為什麼今天再更深入報導 也告訴你 現在是最後加碼 XX 加碼XX是什麼 加碼XX最佳時機 今天的節目一定要看喔 屏幕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2020年7月26日 禮拜二的旁舊解盤 同窿 欸 今天 是這週 應該說 本月的最後一週 我今天直接下標題 就是告訴大家 台股 先下 後上 不要覺得不可能 我昨天就跟你講了 這週重點是禮拜三連電的把它收回 然後加上禮拜四的肺的升息 你看 現在如我們熟料 稍微下去一點點 只是有些股票跌得比我想像中長 我們慢慢來看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今天大盤的行情了 來 投資產這怎麼看 哇 轉上去看起來這邊是要做頭了 這樣子你看 好不容易強勢力反彈對不對 投資產好不容易強勢反彈了 現在看起來要往下了 這邊是不是又像之前一樣 哇 連季線都沒有談到 投資產不要說季線啦 月線都沒有談 月線有上上去 這邊上去的又要下去了 是不是 上上月線就不行了 欸 投資產怎麼看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們來看一件事 我們看國安基金之前進場 我們解個盤來看清楚 來 那時候 在2015年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8月24號中國股災 國安基金第六次進場 有沒有看到 連幾紅 一紅 兩紅 三紅 四紅 連五紅紅 直接一個黑K 因為它漲很多 所以回斬的時候 也是又急又快 然後不讓你有休息時間 再漲下去 再休息 大漲小回 再一次噴出去 所以這是2015年8月24號 可是唯一不變的是什麼 都是國安基金進場的是最低點 到現在都沒有跌破 過了7年過了10年都沒有跌破 還有2011年的 國安基金進場 所以看得清楚來兩次都告訴你 第二個 上一次就最近一次2020年3月19號 讓股市點數翻倍的 漲了快1萬點的這一次 8523點有沒有真的漲1萬點 8523點這一次有沒有看到 8523點怎麼樣 你看也是這樣先漲一天然後急速拉回 你以為開玩笑 結果急速上漲再一個黑K 而且回K又隔天 算是收紅K有下眼線 可是也是這樣一來一晚 這樣也有三四百點喔 結果怎麼樣 結果就開始慢慢漲 大漲小回 大漲小回 這就是8523點那一次 來 所以我告訴你每一次國安基金進場 他都會怎麼樣 我看清楚喔 會帶著 希望 往上攻擊 我們看到攻擊喔 連續好多天上漲 我們要看清楚喔 連續好多天上漲 然後回檔的時候又急又快 回檔的時候又急又快 可是 這一次是加碼點位 我已經從國安基金進場 這幾次告訴你喔 一樣喔 這一次就是13928 一生就愛發 一生就愛發 你不覺得很好記的名字嗎 就像之前8523點 全國冠軍被我85234 他就這個買點 那同學沒有 現在行情比較無聊啦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行情比較無聊 因為聽說 最近閃戶都落跑了喔 我們點閱率是還好啦 還滿多人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 看今天 看今天 在線人數有沒有稍微變少一點點 剛開始都 剛開始的時候幾百人 好不好 大家都 可能頭上還不準時啦 好不好 今天人比較少 那也是量縮的一種嘛 不過剛開始沒有關係 慢慢來 等一下就會即刻了 人家來做 來坐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討論這個量縮的議題喔 來 這量縮的議題我們來看喔 量縮呢 證據化波存款聯市價有沒有看到 台股四大指標全盤揭墨 我看到有沒有 出口上萬對不對 可是都已經先反應了 之前太萬了 這些營收好 原來是假象 不是假象 像聯電年九月營收穿新高嘛 可是現在可能庫存壓力 不是庫存壓力 很多客戶的庫存壓力爆表了 他們可能就 不再拉貨了 來 所以其實你把 你只要把去年EPS跟近年EPS 平均一下 你就發現其實EPS是不錯的 只是去年賣太好了 或去年 去年重複下單了 重複下單的次數太誇張了 有人像漢遜講的 三倍 不是兩倍 不是什麼 不是 不是Overbooking 不是兩倍的重複下訂單 而是三倍的重複下訂單 這時候庫存 每個人庫存就會擊打 大家要消庫存 等一下 等一下 暫停一下 來 六月一合 探一年半的低點 台股四大指標全盤皆末 有沒有看到 不報股過夜 單充預示成 我今天特別單元告訴你 單充 除非你叔叔練過 不然你很容易賠錢 輸就輸在你成本區 成本實在太重了 好不好 成本實在太重了 而且台灣單充的成本 我到時候也會請我助理 現在我現在也順便跟助理喊話 沒有跟他講 會做兩種 一種是做單充成本 因為單充現在成本 等於說 單充成本等於說怎麼樣 等於說 像稅率減半嘛 單充稅率減半 可是不論是單充 或者是說你不單充 你每天充一次 你每天買賣一次 還是很容易造成你成本非常大 而造成你什麼都不用做 一來一晚你什麼都不用做 同樣的點位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的資產會越來越小 甚至小到你那你退出股市 我到時候會做 好不好 不論是單充或不單充 其實成本都很高喔 好先跟大家講 來 所以我們來看喔 來 證據劃波存款餘額 慢慢的慢慢的上去了 這下來了 來來來 所以這個喔 農資餘額到2710億元 年四點幣為近一年的新低 農資也減少了 全部都減少 證券劃波餘額減少393億元 很多人落跑了啦 不想要買了啦 顯示賞物對股市的參與程度降低了 來 顯示股市對賞物的參與度降低了 有沒有看到 連四個月減少2542億元 大家放在證券的戶頭裡面 隨時可以下訂單的 戶頭裡面減少 跟哲哲完全不一樣 我也是減少了 我不算減少了 我是去入股市的 應該是說入台灣50了 這跟大家講 這個其實 這就像是贏家 跟沒有辦法成為贏家最大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每個人都會講股市的心情嘛 每個人都會說 告訴大家 股市的心法勝過一切 我今天還在看一下亞當理論啦 亞當理論發明人啦 他是技術分析的那個 先核 先祖 發明很多技術分析 結果他最後告訴你 技術分析不可靠 我們明天福利社會做特別單元 後天會做特別單元 我會告訴你喔 其實技術分析他還滿點在 我看亞當理論那個創辦人喔 他講這些心法 代表他股市中賠了很多錢 為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克服他的心魔 他沒辦法克服他的心魔 他明明是要右側交易的 可是他一直逢低低接 像我就告訴你 我比較傾向你左側交易 逢低會低接 可是你停損也要做好 可是Range Range 每個人範圍要不一樣 我的範圍稍微大一點點 那我要跟大家講 你們來看清楚喔 好這個把它扯遠了 行情總是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信半信中成長 來看一下有沒有絕望 這看清楚喔 閃物有沒有落跑 有啦 閃物落跑了吧 絕望中誕生嘛 來快題的喔 有沒有絕望 有吧 然後這邊呢 大陸呢 建31座晶圓廠超車台灣 有沒有看到 擴產雪類史 擔心崩盤 你們講的好像 這個 晶圓廠都好像 梁綠都很簡單一樣 你們講的中心好像 以前都賺很大而已 這什麼邏輯啊 嚴重的供鍋於求 擴產速度全球第一 陸建31座晶圓廠超車台灣 擴產雪類史 擔心崩盤 這樣到好像 都很簡單 好來我們看一下 好 那所以說投資朋友 這個是我說的 行情總在九萬鐘誕生 慘了啦 要擴產了啦 還有什麼新聞 你看 震盼聯發科投片intel 為什麼有個聯制 聯發科投片intel 結果今天台積電不是跌最兇 是聯電投最兇 聯發科投片intel 結果不是台積電跌最兇 是聯電投最兇 聯發科聯電哥良好 朋友如果你知道歷史就知道 人家怎樣都有關係 你好像聯發科投片intel 就覺得跟聯電沒有關係 雖然他們現在控制力 大為減弱 可是聯發科 老一輩人都知道 聯發科是從聯電體系 分割出去的 關係也不會太差啦 你現在其實是宏基跟尾串啦 雖然講的說像各做各的事情 可是大家都知道 宏基 宏基的 宏基就在尾串他父親 隔壁啊 系子的時候就在系子那邊對不對 幾乎隔壁 就是在隔壁而已啊 隔兩好一對寶 都是一樣的關係 你講的好像聯發科下單intel 要是我是聯發科 我也會下單intel啊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我分散風險啊 我每次都要拜託你台積電 是不是我分散風險嘛 是不是我分散風險啊 以後你台積電掌務我單的時候 我的確可以考慮做intel啊 投片intel代表intel一定可以嗎 高通不是也投片什麼 說錯 那個 那個時候 高通不是也投片三星的晶片嗎 沒有錯吧 三星也會做經驗代工嘛 三星不只會做手機 也會做經驗代工嘛 是不是 高通也投 高通為了要搶三星手機的訂單 不得不下單 下單給三星 就是晶圓片 你幫我生產 結果到最後也受不了嘛 對不對 涼綠不足 散熱不夠 是不是 涼綠不足 熱度有夠 那個熱度是什麼 熱度什麼 有夠熱 發炭發熱 軟軟包 iPhone 6s Plus 朋友莉莉在目 這都是一樣 所以我要講的一件事就是說 聯發科投遍intel 跟聯電什麼關係啊 我是聯發科會這樣做 這是必然的現象 可是不代表會成功啊 這樣擴產 這是必然會做的 可是不代表每個人兩率 都可以達正啊 好不好 你馬上把經驗代工廠都講的 技術很簡單一樣 所以我覺得禮拜三 明天聯電的一個法說 會介紹聯發科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問題 那你說會不會鬆動 當然鬆動 可是鬆動是一回事 明後年他是不是 整個車用晶片這些需求 還是怎麼樣 持續的增加 他物聯網的持續增加 如果要告訴你還是會增加 對啦 現在可能產能 我想要聽的答案是這樣子 對啦 現在產能利用率可能 可能要預期要下滑 第四季要下滑 可是明年可能 就有機會填補戰區了 因為這個出海口還是很大 有可能這樣回答 你不要說我說沒有 這是早上去的 然後投資長 對不起我應該要買 所以投票你要去想一件事 你不要對台灣這麼沒有信心好不好 聯電沒有想像這麼差好不好 對台灣工程師有信心好不好 我都講在前面好不好 所以我要講 這個是不是新聞 哇震撼 哇好恐怖喔 然後哇擴廠啊 怎麼樣啊 陸建31家 工廠啊 漢訊啊 盛群市井啊 盛群告訴你說庫存9個月啦 9個月就是我9個月都不工作都可以啦 9個月不生產都沒關係 誇不誇張 Q是錢看不到鼠關有沒有看到 看不到鼠關 貨利承壓 高出正常所謂一倍 所有都利空啊 那你看喔 行情是不是絕望的 行情什麼 總在絕望中誕生 同意沒有 跟我練一遍 今天Luna不在 所以跟我練一遍 明天就回來了 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星半夜中成長 現在就絕望 然後半星半夜 哎呀這個行情怎麼可能 所以很多人都了解投資心法 都說了一嘴好投資心法 可是怎麼執行 我才會執行 我再解釋一次喔 你不要到時候 我在四千萬 我賺到一千多萬 你再知道 哇 投資長 你是真槍實彈的 你是真槍實彈的 今天最近不是有個新聞嗎 說什麼月薪持六萬嗎 然後做單衝嗎 老婆叫老公不要嗎 雖然有人說這是唬爛文章 可是他裡面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不要看人家 秀那些對戰單 那個十字八得 十字八得是假的 同意沒有 如果沒像我一樣 事前跟你講買進的 事後才秀對戰單的 同意你通通不要承認 你通通不要相信他 因為那個要造假太簡單 第一個可以P圖 通常有人會P圖嗎 我是告訴你 林巴利的老婆 善禮拜新聞而已 就告訴你可以 人家就P圖了 騙人家五千萬 你覺得那些網紅 不會做P圖的事情嗎 沒有分析資格 是不是 有分析資格秀對戰單 也是不對喔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嗎 為什麼 因為更不能秀好不好 因為我們分析師 只能買ETF 只能買0050 買006208 如果要 就像我這樣 事前跟你講 給你帳號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 不然你就一律不要相信 我想真的 這世界上騙局很多 我想這實在話 好不好 如果這麼厲害 你問他一句話 為什麼參加選果比賽就好了 我是很認真跟大家講 好不好 網路上都是這樣子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你要選就選 合法投顧的分析師 不一定要選哲哲物 不一定要選哲哲物 可是你最好 不要選那種 會攻擊老師 的分析師 好不好 我也沒有要攻擊誰 像我都講個現象 找合法的分析師 好不好 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清楚喔 來 行情昨天九萬中誕生 我 用我自己資金告訴你 我挺台灣 朋友 上禮拜的時候 我開始賺錢的時候 哇賺一百多萬 哇一時轟動 現在好不容易稍微回彈一點點 你有緊張 你在緊張什麼啊 你在緊張什麼啊 我還是在賺錢啊 你在緊張什麼 我有一時告訴你 其實國安經濟進場 你都知道要進場了 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要怕什麼 所以不要怕 你知道嗎 不要怕 那做這個的話 我們慢慢看喔 來 瑞毅 通常怎麼回答 你的網通愛惜人 你這邊回答你就買 朋友 我覺得現在電子股 有點叫悲哀 就是說 好啦 是跟面板有關係啦 跟MCU有關係啦 你說跟一些 只要全部電子股都算爛了 你這個邏輯對嗎 我覺得這邏輯不對 我已經告訴你 行情總在半星半星中成長 在半星半成長 然後咧 在 絕望中誕生 現在多不少絕望 庫存九個月還不絕望 我九個月可以 我可以不用生產耶 九個月營收可以零耶 還是沒有人要買我的東西 還不重要嗎 九個月耶 通常來講他庫存只有兩個月 盛群啊 MCU啊去年是不是最好 微晶片 那時候我做FREE社的時候 哇好多晶片 大家做這個 哇好多人覺得好誇張喔 微晶片對不對 這是跟大家講 所以 好 慢慢跟大家講 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微晶片那時候不是很缺貨 那現在呢 現在呢 哇 我告訴你完全不缺貨 哇 那你看喔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現在有沒有可能十年河西 馬上又十年河東 不用十年啦 十個月十天一下好不好 好 來 頭上惠特講一下等很久 惠特我從沒在講過啊 頭上連電六十幾加碼禮物 我是講六十元以下啦 現在沒錢在貪了 大家怎麼辦喔 那你就等吧 等吧 好吧只能等吧 我就跟大家講啦 我都很正面思考啦 好不好 是00628 喔我已經講錯了 是00628 因為我不太喜歡高股息啊 不是006208 欸不對啊是006208 喔還有人糾正我糾正錯了 006208 是復班台灣50 喔沒事沒事 我現在 對不起我自言自語 我現在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互動問問題啦 今天這1000多人 來問一下 喔我看一下有人問惠特 奇怪這股票幹嘛 我有講過嗎 我可能忘記了 不然你問惠特幹嘛 這張股票 這個線型喔 你看技術線型好慘喔 技術線型 但是我跟你講就技術線型 每個人講喔 我知道很多技術分析派的 我跟你講 哇爾技線之上不做多 廢話 可是你看喔 純粹用技術分析 站上去的時候 他又容易被88去 這技術分析最大問題 他們要 他們要 他們要賺一大波段 我這一點就是喔 我願意找到4000萬 我要告訴你 你去有時候 不要去管短期的波段 你會發現到 哇過人半年後 全台灣唯一拿出最簡單的人 賺到1000萬的 賺到600到1000萬的 我 而且事前講 而且還不會造假 也沒有辦法造假 為什麼敢參加全股比賽 因為我告訴你 我就沒辦法造假 你歡迎人啊 有人越要批評我 你請他參加比賽 不然其他都多講 都多講 你知道嗎 都多講 我覺得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點 有點感觸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那個 浮游愛的故事 今天盤太無聊 講講我的心情 就是文有啊文有啊 有些人說 就笑那個江洪傑嘛 是不是 我看那個江洪傑 他就說 你那個 叫人家就是說 對女生不好啦 就是騎機車對不對 騎機車 然後還帶那個 兩袋的衛生紙 叫女生拿掉 兩袋衛生紙 對人家不好 所以人家 人家跟你拋棄你也 也沒關係 我說這什麼邏輯 一個女生 如果 一年半都不見小孩 突然把小孩帶回去 你覺得這個人是 別人想要替自己想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東西 我 我忘記了 怎麼辦 好吧 我再告訴你說 一個人行為代表一切 這一個人行為代表一切 就像有些人批評我 那個都多講的 你聽懂嗎 對對我想到 一個人行為代表一切 然後現在有些人要批評我 那個都沒有意義 那個都沒有意義 後來都化身為同業的批評我 那個通通都沒有意義 你要批評我 你就參加比賽 一個人行為代表最實在的嘛 你不認福音愛 你是批評江洪傑 所以你靠媒體 其實福音愛也做這樣的事情 那誰看到誰 這一年半是誰陪小孩 江洪傑 是江洪傑 不是福音愛 一個正財或母愛的人 他不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行為代表一切 就像很多人要批評我 我說 你去批評我的分析師 你去參加比賽嘛 你可以像姊姊一樣嗎 賠錢敢講嗎 不然其他多說嘛 我是一直跟大家講 所以我的個性就是行為 你會發現到 過了半年一年後 我發現姊姊真的是可以賺錢人 我還是看一萬八 成功會屬於像我這樣樂觀的人 我一直跟大家講 樂觀是可以訓練的 你相信我 我慢慢跟大家講 我說 從福音愛故事我告訴你 有感而發 嘴巴講在都沒有用 行為代表一切 只能說江洪傑人太好了 當初沒有一個單獨撫養權 你懂不懂 或者一個主要撫養權 而不是共同撫養權 共同撫養權 人家可以帶走小孩 如果當初是單獨撫養權 他就不會這樣子 帶走小孩 還變得好像他做錯事一樣 可是事實上這一年半 是誰照顧小孩 不是福音愛 所以行為代表一切 他講在多話 其實一個自私的人都是這種想法 就像很多人去攻擊我 去想看他自己 玩有可以攻擊我 同意的是不行 好不好 為什麼同意不行 一句話參加比賽就好 或者像我增加聖誕拿出來 當然我沒有要攻擊誰 我只攻擊 攻擊我的人 其他都不重要 好不好 很多人就嫉妒我 我怎麼辦 但其實他們還是搞不清楚 攻擊再久也沒有用 因為魔偶已經連續兩年了 頭固界 業績第一名 營收最好 第三年還是一樣 今年還是一樣 當大家苦哈哈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 因為我們專注在本業 專注在研究 專注在研究 節目的提升 這是我們跟大家 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不好 除了這以外我們來跟大家講 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三五三二 扯遠 不是扯遠 就有點 每天講一下一些小故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人說行情 對 來喔 有人說怕海嘯 不用怕 不用怕 來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常情 常通行的行 有人笑我大舌頭 這個也是正常 有人說啦 現在總算喔 那個 那個 疫情中心喔 是告訴你什麼 CDC告訴你說 要等小孩子五歲以下 施打率50% 天啊 照這樣講我還要三個月 我天啊 才能出國 可能到11月才能出國 11月那時候 像我們這種得到的 都沒有保護力的啦 好不好 能怎麼辦呢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真的 這樣子反而不好 怕東怕西的 全台灣保護措施最多了 台灣數一數二 結果管了三年 都不能出國 真可憐 真可憐 好不好 那我覺得 那只要在 因為他說五歲以下50%嘛 所以這些 比如三富啊 旅遊概念股啊 這些股票 又有行情 等到正開放的時候 反而不一定有行情 好不好 他現在已經告訴你流程了 好不好 五歲以下要打疫苗 要打50% 現在大概還6%而已 好不好 因為最近才開始施打的 好不好 五歲以下 好不好 那就等他們吧 當然人命關天啦 只是我覺得政府應該是要這種 做人措施 我告訴你我九月就要開放 九月之前我提供足夠的要 劑量 你要打不打隨便 你不能怪我 九月之前你們趕快來打 我大規模施打 十月以後我就要開放 沒有錯吧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樣皆大歡喜嘛 給他們一個命令 也不用想那麼多 趕快保護起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股票 在 還在十月之前 我看都有行情 好 因為十月底之前 看起來 看起來至少九月不會開放啦 七月八月 九月都不會開放啦 至少十月 所以十月之前都有行情 快的話我覺得十一月才會開放 有沒有看 尤達會不會跳空這一根下去 不是不可能啊 因為現在全部都 尤達叫你好好的人家休息啊 這禮拜四是尤達嘛對不對 所以禮拜四是重要轉折 因為禮拜四凌晨兩點噸 那個FED法縮 連電呢 我先講連電到時候可能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那一樣 我說今天本週先下後上看起來對了 所以明天可能還會再下一天天喔 下來以後 FED如果告訴你 重要的事情 FED如果告訴你說 我今年升完席以後請看廳 我們對通膨覺得有機會下來 他告訴你通膨有機會下來 他告訴你通膨有機會下來 或者告訴你說停看廳 我們升級到停看廳 甚至暗示你升級到一陣子的時候 我該降息又降息 哇那不得了 這送分題的喔 那就會噴出去的喔 可是我認為他不會這樣講 但是如果這樣講 會噴出去 那明年要降息呢 那不代表明年股市要噴了嗎 一樣意思好不好 可是最終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兩件事 你看拜登做了什麼事情 你看什麼事都沒做 真的很遜 一個老人家 不是說歧視老人家 但行動力有夠差 好不好 因為我也會老 只是說真的是跟川普 跟川普比較起來真的差很多 跟川普比較起來真的差很多 執行力真的差很多 你看一個要降中國關稅 內部有問題 到現在也沒降中國關稅 每天都喊話而已 成事不足 拜師有餘 只能這樣說 要就降 不要就不要降 不要一直放話 你懂嗎我說拜登 好 那你看到最後一個兩個解決方案 一個是中國 清零政策改變 看起來 在今年 習近平主席 11月的時候 還沒有決定第三次連任的時候 我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清零 它現在是一個政治的議題 政治的控制 思想控制的議題 沒有辦法 你懂嗎 我現在清零不是代表我 我習近平主席 我講錯了 我現在改變清零政策 大家不管了 不是代表我想錯了 不代表我搞錯了嗎 可是你看大陸有辦法一輩子清零嗎 這也不太個人啊 可是就是要這樣幹 能怎麼辦 一定影響到景氣 第二個 所以你還比較奇怪一點 五二戰爭有沒有辦法 五二戰爭有辦法 到今年冬天之前趕快結束 是有可能的 不然歐洲是受不了啦 歐洲受不了了 好不好 天下之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很多股票 我想今天先下後上 你電子股拉回 你這邊要進場 好不好 我這邊有行為的時候 我也都盡量進場 一樣 頭長 這六百元以下台積電 老天送給禮物 這禮物都越來越大 哇 台積電怎麼變四百元了 哇好不能賺五百元 季限沒賺上去 怎麼看 我覺得連電如果法說不錯的話 會帶動台積電喔 好不好 一樣 二六零三 長龍 通常怎麼看 如果他回到八字頭 你可以加碼 你還沒進場的可以加碼好不好 我這樣想法 不過你風險要致富 我們是合法投顧 我會告訴你 風險在哪邊 好不好 我告訴你風險在哪邊 好不好 這下面有寫風險 本資料請供參考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網路上 你要找一找合法分析師 你如果身為分析師 不在投顧公司上班 會引生很多很多問題 因為法規就規定 我們這種是可以收費的 我要是跟大家講 這法規可以規定的 不然我們這些合法僑罪傻瓜嗎 我們受主管機關監督是傻瓜嗎 是不是 為什麼要主管機關監督我們 就是怕有弊端嗎 好 這跟大家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要找合法的 來 8069元太 當然大家可能像都苦哈哈啦 好不好 我們我還ok啦 8069元太 你看每天都紅K很特別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一顆兩顆三顆信心 好像唱琴歌一樣 一顆兩顆三顆 都信心有沒有看到 都信心有沒有看到 這信心 這信心 一顆兩顆三顆 信心 這也是一樣 這也是一樣 所以這怎麼看 通常怎麼看 我跟你講他突破新高 我覺得勢在必行 要唱勢在必行這首歌嗎 應該不太行 所以有更大 所以明天的升級鍋 他如果暗示你升級腳步會變慢 送分題噴出去了 有沒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噢 不是不可能噢 我先跟大家講 那些股票慢慢更大 3532 我們照理這樣說 台積電 台積電連電 這個產能用力不到百分之百 他會不會下瓦 MCU都庫存一堆了 會不會下瓦 朋友MCU晶片 現在 RTX晶片 顯卡晶片 之前過度的下訂單 為什麼過度下訂單 之前overbooking 重複下訂單 原因是因為 台積電那時候太憨了 我先搶台積電單再說 我產短料 結果發現他現在庫存太多 要消耗庫存 他景氣沒有想都好 沒有那麼壞 可是你沒想都好 就這樣子而已 等到他消完以後 消完電 交完以後發現到 欸 你會發現到股價先行 你聽得懂啊 這一消息你聽起來就說 哇塞 聯電原來高層好像四五 四五月的時候 人賣股票 你就好像馬上先知道消息 所以股價莫名其妙跌 所以等到股價莫名其妙展的時候 你會發現 然後再過幾個月才發現 哇塞 原來只要消耗庫存了 何必呢 啊你為什麼不就是 近代買點的時候 該買就買 就平產金就好 你要比內線消息 你也比不了人家啊 我沒有說 內線機能賣股票是內線消息 可是你要比消息 你就比不過人家嘛 他之前股價跌得莫名其妙 那現在一看 哇原來庫存 原來產能利用力可能早就快要鬆動了 到時候會不會長得莫名其妙 會長得莫名其妙的時候 你再看到新聞 哇塞 庫存下滑了 哇塞 現在訂單都出來了 再買來得及嗎 所以就平常新 行情就在半性半影中成長 這半性半影中成長 那現在在什麼 在絕望中誕生 就這麼簡單的句子 也不要想像複雜好不好 那這聯太 就是要創新高 又是在必行 一樣 鴻海 鴻海真的很炫喔 你看他庫存管理多好 他庫存沒有很高喔 所以這個新的董事長 劉洋偉 你知道嗎 董事長喔 這個劉洋偉董事長 我看起來比我想像中強 因為大家都庫存有問題 他就是沒庫存問題 好厲害 庫存控管夠厲害 夠厲害 這是優點 那所以今年的鴻海 我覺得有機會聽清楚喔 聽清楚喔 我覺得今年的鴻海是有機會 創新高的喔 突破120喔 突破119喔 你們不要到時候重播喔 這是2022年7月16號喔 鴻海現在在108元喔 來畫面給我 鴻海在108元 不要到時候突破119 然後我叫你報警報警 打電話119報警嗎 真的是這個報警 不是打電話報警 是真的報警 然後投資產怎麼辦 到時候播重播 怎麼辦 你會後悔 不要後悔莫及好不好 很多股票其實還不錯 一樣喔 617中探針 哇再一根也是有機會 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差 所以明天 明天最壞 再乘一天 他就有機會 什麼利基電都是一樣 這不跟年電一起看的一些股票 不要緊張 真的不要緊張 所以通常你去想看 你要怎麼 想清楚了想明白了 你這樣低檔的時候 是不是我敢進場 我現在反彈1000多點了 你回來100點 通常我緊張了 通常慘了 通常我一追高我又受傷了 你每天過這麼痛苦幹什麼 不需要過度的交易 不需要每天衝來衝去 真的每天衝來衝去 你能賺錢 真正寒家中寒家 那並不屬於你 相信我 那並不屬於你 我很認真跟大家講 鏡頭前你們 99%都不適合單從 是99.9% 這是有可能的 好不好 所以我也如果你想清楚了 你想要做一個穩定投資 心情不要起伏那麼大 然後現在頭上講的話 其實現在難操作 我不會每天變足暫停給你 但是我也不是要攻擊別人 我的步驟就是我的步驟 每個人做好每個人的事情 因為我節目很多同業看 我不是要攻擊別人 我們大家都很優秀 一起摸我的分析師 我覺得非常優秀 你相信我的節奏 相信我的步驟 我歡迎來電廈情 08006 6 Engineers 88055 去向看人家贈能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Bye Bye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 小組 S178 TERAGON 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AGON 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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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